其實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見到他 通通是透過WhatsApp的網絡 但我也從比較常識跟總統的網絡這樣 那當然我覺得不管有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當然都是祝福的心情 就希望一家人都可以平安 會見你的校長有什麼想要付出啊 你會進行嗎 呃...我想不管他做什麼樣子的決定 就是每個都是自己 那也是希望 就是不管在事件的哪一方 我都希望每個人的心理是平安的 對 那我都是五千雙的 然後都是自己的樣子 哦... 沒事沒事其實已經平安落幕了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耶 我覺得平常就是可能大家都 我們本來就有一種互相幫忙的習慣 然後覺得爸爸 因為他也不是遇到第一次了 所以我也回去要呼籲我爸要自己做好 保護自己的動作 那因為通常 其實那個行為一出來之後 我爸有很多同業 都打電話跟他說 啊其實他早上也還被跑一個七百人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昨天被跑了一張一千零 就是其實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那我覺得 對就像我那年初以前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一起好的 就是不要講你使用者就是應該要自罪 然後不要有這種講性的心情 就是真的也很辛苦呢 一趟這樣子然後又空車回來 就是每個子弟道都後面都是一個家族 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這個人 是可以看到 如果我想問你們 也會不會在那裡 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會不會 我可以看到